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本片情节复杂 人物繁华王婆将会对角色名称进行简化 故事剧情进行梳理 一方面大家观看哦 咳咳 同时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认真观看 做好笔记 要不然你真的会被弄晕的哦 男主关谷是一名东京日本桥街道片区的民警 跟其他人做警察的目的不同 他之所以来东京弄日本桥片区做民警 主要是为了找一个叫做老王的人 话说这事还得从35年前说起 光谷的妈妈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陪酒女郎 所以结婚后一直受到颇家亲属的嘲讽和虐待 而光谷的爸爸因为常年忙于工作忽略了对光谷妈妈的关心 导致光谷妈妈忧愤成绩 得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甚至还产生带着光谷一起自杀的念头 为了不伤害光谷 也为了能让自己走出阴影 光谷妈妈在光谷七八岁的时候离家出走 来到了另一个小城市的小酒馆打起了宫 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就是在那里 光谷的妈妈认识了老王 老王是个核电站的电工 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工作 两个人虽然聚少离多 但还是慢慢的谈起了恋爱 一晃19年过去了 光谷妈妈因为酒病不治 最终孤独的死在了租主的公寓里 而酒馆老板是个善良的女人 在联系不到光谷妈妈亲属的情况下 就打电话给了老王 希望老王能够回来欠她最后一面 老王得之后很难过 但是因为身在外地无法脱身 就把光谷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老板娘 光谷赶回来后望着妈妈曾经居住的公寓 感慨万分 她觉得妈妈才45岁 就这么没了 这跟老爸的无情脱不了干系 所以对她老父亲的怨恨就更加的深了 同时她也对这位老王充满了感激 她很想知道 这位照顾了自己妈妈十几年的男人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很想从这个老王那里得知 妈妈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可老板娘说她没有老王的照片 之前的电话号码也联系不上了 现在唯一能记得的 就是老王经常会去东京的日本桥附近 于是光谷就来到了日本桥坐起了片景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老王 可是转眼19年又过去了 光谷依旧没有找到老王的下落 这天在东风渠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名叫魏苏芬的女人于当日14日 被人勒死在刘老哥的出租屋里 而刘老哥本人也在15日就不见踪影 更为奇怪的是 16日警察又在距离案发现场不到5公里的一座桥下 发现了一名被烧焦的无名男尸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是光谷的表弟 名叫大口 他在刘老哥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一个日历板 日历的每页纸上都写了一个不同的大桥名字 而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刘老哥在这所出租屋里租住了9年 但屋内的陈设物品却极为简单 不像是一个平时居住的家 更像是一个随时都要离开的刘老汉的临时居所 所以他推断 那个被烧光的刘老汉应该就是刘老哥本人 建议将两起案件并案调查 随后警方并开始对刘老哥和无名男尸进行DNA比对 因为警察找不到刘老哥的任何证件和照片 所以就走访这边群众 画了一张刘老哥的画像 与此同时 警察经过调查还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个死者魏淑芬是滋鹤县大明湖 叛一下养老院的新结工 这一辈子的活动范围都在滋鹤县的大明湖附近 长这么大他就没有离开过那里 那他为什么就突然出现在了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东京呢 又为什么死在了跟他没有任何交界的刘老哥的出租屋里呢 但是这些疑问 大口就来到了魏淑芬工作单位展开了调查 魏淑芬的一个同事就告诉大口 案发前魏淑芬在这里遇到了博美的妈妈 博美是魏淑芬的中学同学 据说现在是在东京的一个著名的话剧团的导演 魏淑芬之前一直就很想跟博美掏掏近乎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今他在养老院 见到博美妈妈在这里过得很不好 常年没有人来照顾 据说还跟博美几十年都没有来往 于是那魏淑芬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去见博美的借口 那就是去找到博美让她回来见她妈妈一面 说明还能拉紧自己和她的关系 可就在这时 大口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从刘老哥日常用品上提取到了DNA 跟无名男士的比对 结果出来了 他们不是一个人 那无名男士到底是谁呢 刘老哥现在又到底在哪呢 魏淑芬的死跟博美又有什么关系呢 博美跟刘老哥又是否有关联呢 于是大口就带着这些疑问回到了东京 找到了博美 面对着大口的询问 博美表现的异常瓶颈 她说她在13号演出的时候遇到了魏淑芬 魏淑芬跟她说了 在养老院碰见了自己妈妈的事情 并希望事业有成的博美能回去 把妈妈接过来跟她一起住 这让博美很反感 因为她恨痛了那个抛弃她的女人 博美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 妈妈居然拿钱去养了一个小白脸 甚至还拿爸爸的印章去借高利贷 供小北脸玩乐 不朽高利贷的人就找到了家里大闹了一番 爸爸走投无路就跳楼自杀了 妈妈也从那时候起就失去了踪迹 那年她才13岁 所以当魏淑芬让她来接妈妈去东京一起住时 博美很生气 并赶走了魏淑芬 博美说从那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魏淑芬 她也是后来在新闻上看到了 魏淑芬死亡的消息 之后大口又拿出了刘老根的话 向给博美看 问她是否认识这个人啊 博美看了看然后摇摇头说 不认识 大口既然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就打算离开 却在墙上发现了博美跟光谷的一张合影 大口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自己的表哥会认识博美呢 于是下午她就找到了光谷 光谷接着说那张照片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她在警局做教练 博美带了一帮小演员来这里跟她去见术 也就是那个时候起 两个人才认识的 不过从那之后 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博美的作案动机 以及作案时间进行了调查 可在调查时发现 在魏淑芬遇害的14号和五名男尸死亡的16号 博美一直都在话剧社里爬练 从来没有离开过 也就是说博美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啊 案子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无助的大口又找到了光谷 并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光谷 大口说现在所有的案情都断了 就连自己之前推测的无名男尸和刘老哥的DNA 对比这个线索也是错的 让他很无助 满满的粗白感 光谷鼓励他说 凡事不能看表面 如果你们从刘老哥的日用品上提取他的DNA是假的呢 如果是他故意给你们制造假象呢 大口一听就愣住了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么复杂的案件嫌疑人一定不会那么简单的 于是大口就让同事重新做了对比 最终他们在刘老哥的床单上找到了少量的DNA 为什么会在床单上找 经过对比发现被烧死的无名男尸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刘老哥就是那具无名男尸 于是警方就开始重新部署警力 重点排查东京桥附近的所有大桥 因为他们现在的唯一线索 就是大口在刘老哥房内找到的那本 写着不同大桥名字的日历 正至6月 日历上对应的大桥名字是长潭桥 于是大口就来到了长潭桥调查线索 却在那里刚好又遇到了关谷 大口把刘老哥日历的事情告诉了关谷 关谷一听就震惊了 因为在19年前关谷妈妈去世的时候 关谷在妈妈的遗物里也发现过一个写着东京大桥名字的日历 更为重要的是刘老哥日历上每个月对应的桥的名字 刚好又跟自己母亲那本日历上面的一致 于是关谷就让大口回去做了笔记见地 果不其然 刘老哥那本日历的自己跟妈妈那本老王日历上的自己 同属一个人 随后酒馆老板娘也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刘老哥的画像 其实就是当年跟关谷妈妈谈恋爱的老王 也就是说老王就是刘老哥 就是那个被烧焦的无名男尸 让我喘口气 那这个人到底又是谁呢 到底是叫老王还是叫刘老哥呢 到底为什么要杀死魏淑芬呢 到底又是被谁要杀死的呢 日历上写的那些桥有什么寓意呢 警方根据关谷提供的此人生前是核电站维修工的线索 展开了调查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天眼继续为您追踪 可是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根本没有人听说过老王或者是刘老哥这个名字 也根本没有人见过这个画像上的人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为什么要活得像一个透明人呢 走投无落的关谷和大口两个人 只好又从日历上写的桥展开了调查 试图找到所有遗团的线索 这天两个人正乘船在桥下晃悠着 传夫说在东京桥有个传统洗桥的习俗 那就是在每年的7月都会有将近两千多民众 自发来到这里清洗大桥 场面相当宏大 每次都会有记者装灯前来报道呢 说者还拿出了去年洗桥活动现场的照片给两个人看 大口看后就觉得很奇怪的问 为什么这些人都在打电话呢 传夫说因为人太多了来这里洗桥的大多都是情侣或是家人 害怕找不到对方只能靠电话联系 关谷听着听着突然就愣住了 他想起酒馆老板娘曾经说过 日历上写的桥名是老王跟他妈妈见面的地方 那妈妈死后 老王现在的日历上标注桥名又是为了跟谁见面呢 如果每年洗桥活动时都会有照片 那是不是从以前保留的照片里能够找到老王的踪迹呢 于是关谷就托朋友从记者那里找来了几箱曾经的洗桥活动照片 并连也开始查了起来 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跟化线相同的人像 就在关谷马上矜持不住的时候 照片里一个熟悉的人影 引起了关谷的主意 那个人正是伯美 关谷觉得很奇怪 老王美言的洗桥节都会去东京瞧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而目前与本来相关的人又出现在了那里的只有伯美一个人 那老王是去见伯美的吗 伯美跟老王又是什么关系呢 当初伯美在看到老王画像的时候 可是识口否认相识的 那伯美出现在那里到底是桥文还是炼油隐情呢 伯美是不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呢 于是关谷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伯美的家乡 找到了伯美的老同学展开了调查 老同学们介绍说 小时候的伯美很孤僻 基本没有什么朋友 跟他关系比较好的比较熟悉的 就只有他们的班主任苗村先生 虽然苗村老师都已经四十几岁了 但是跟只有十三岁的伯美却是很好的朋友 当初伯美转学的时候 苗村老师还让全班的同学给他写祝福留言呢 只是没过了几年苗村老师也不见了 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关谷觉得很奇怪 就让同学们拿出了苗村老师的照片 出来跟老王的画像进行对比 同学们看后都不太确定 画像上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苗村 于是关谷之后又找到了苗村的妻子 询问苗村失踪的情况 苗村的老婆就说苗村没有人间蒸发 是因为哄忘情而离家出走了 苗村老婆说 她曾在苗村的刷卡记录里 发现了一个购买红宝石石子吊坠的 50万日元消费记录 她以为那是买给她的 渴望了苗村之后才知道不是 苗村承认了自己出轨的事实 之后不久便消失了 关谷听后陷入了沉思 红色宝石的石子吊坠 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她连忙给大葵打电话 让她去博美那里 把自己跟博美的合影拍下来 发给自己 博美见大葵的举动很奇怪 就问她在干什么 大葵解释说 自己没有关过以前 做教练时候的照片 所以想拍下来留作纪念 说完就慌忙离开了 博美听后也陷入了沉思 不久关谷就收到了 大口发来的照片 放大一看 博美胸前戴着的 果然就是红色榜式的石子吊坠 之后警察找到了珠宝店 经过对比发现 苗村购买的那条吊坠 正是博美所带的那条 于是警察推断 苗村的出轨对象就是博美 后来魏树芬知道了这个真相 后就找到了博美进行敲诈勒索 于是博美就指使 苗村杀死了魏树芬 这样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博美就有 不在场证据的说法 之后博美又跟苗村发生了不和 博美一怒之下掐死了苗村 并进行了焚尸毁尸灭界 所以警方推断 那个无名男士就是苗村 也就是说 老王留老根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苗村 为了证明这一推断 大口拿着苗村的照片 找到了当年唯一见过 老王本人的酒馆老板娘 可老板娘看到苗村的照片后 坚定的说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老王 好吧 看来警方的推断是不成立的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 博美跟苗村应该是情人关系 至于苗村为什么会失踪 又去了哪里 这就不得而知了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所有的线索又似乎回到了原点 老王留老根到底是谁 又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他到底又是不是杀死 为叔父的凶手呢 光谷将设计案件的所有任务 重新进行了梳理 排除了一切杀人嫌疑犯的可能性 那就只剩下博美了 他断定博美一定跟本爱有关 可是就是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 那如果不是博美 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人还有谁呢 光谷想着想着 突然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陷入了沉思 我 我也是这个案件的牵连相关人物 我会杀人吗 我不会 那会不会是因为我杀的人呢 跟我就真的没有关系了吗 我会不会才是破解这个案件的关键所在呢 光谷望着那个关系网不断的剖析 博美的老同学 魏叔父在我妈妈情人老王的出租屋里离奇死亡 博美魏叔父老王我妈妈 我 这个关系链的核心人物就是老王 博美认识魏叔父 魏叔父应该也认识老王 老王认识我妈 我妈自然也就认识我 等一下 博美为什么会认识我 那是因为她当初带学生来找我学见到 都会见到的人有那么多 她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所以她一定是有目的性的想见到我 那为什么她想见到我呢 为什么呢 反过来推 如果我要去见博美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东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老王对不对 如果我去见博美 那就一定是因为博美跟老王有关系 那老王跟博美有什么关系呢 博美跟妈妈是肯定不可能的 那只有是她死去的爸爸了 她死去的爸爸 突然 官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于是她连忙来到了博美老家的警察局 对博美老爸的死亡真相 做了一个调查之后 她又找到了博美 拿出了博美喜乔杰 在东京乔大电话的照片试探着问 你去小姐干什么 跟谁见面 博美笑了笑说 跟一个朋友 只有官姑又拿出了一本 自己获得了见到冠军时登上封面的杂志说 16年前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酒馆老板娘给我寄了一封信 通知我回去参加葬礼 那个时候妈妈是根本不知道 我在东京的地址的 老板娘说是老王告诉她的 我觉得奇怪 于是就去了杂志社调查 杂志社的人说 在16年前确实有人调查过我的地址 但那个人不是老王 而是你 博美女士 五年前你带着一个小演员 去我那里学见到 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见我 好告诉老王我的现状 我说的没错吧 博美听后微笑着说 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个老王 我当时找你的住址 主要就是因为从杂志上看到你 获得见到冠军的新闻 想去采访你 方便进行剧本创作 只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改了剧本 所以便没有对你进行采访 光谷听后追问道 可是这本杂志是1998年出版的 你去找我的地址的时间是2001年 这中间可是差了三年呢 每年都会有新的冠军男生 为什么你要选我呢 博美听后突然就愣住了 然后一句话都不说了 这时跟光谷一起来的朋友 突然说肚子疼 起身去了博美家的厕所 之后光谷又接着说 前几天我去找了你的几个老同学 他们对你转学的事情 已经没有了印象 但是对你父亲跳楼的事情 却记忆犹新 虽然他们都没有亲眼看到过你父亲跳楼 但是你的同学还是肯定的说 你父亲是从那栋楼上跳下来的 可是我前两天去当地警局做了调查 那栋楼根本就没有任何跳楼自杀的记录 博美听后解释说 那我也不清楚 当时我还没了我来得及反应 就被送到了孤儿院 光谷听后又紧密着问 是吗 我去问过你们学校的其他老师 他们根本就不记得你去学校办理过转学手续 恕我直言 那是因为你们为了躲避高丽带连夜逃跑的吧 苗泽老师知道你逃跑的事却闭口不提 尽管他知道你父亲的死亡真相 却还是撒谎说他在附近的高楼里自杀的 还谎称你是转学了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吧 博美听后突然笑了起来 看来你已经调查我父亲在哪里自杀的了吧 可按照你推理所说 我会因为谎报父亲自杀地点而被你们警方问罪吗 如果不会就请你离开吧 光谷见自己的推错没有错 便带着朋友离开了 这时博美突然觉得不对劲 然后急忙跑到了卫生间 拿起了自己的梳子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 原来光谷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推理 更为重要的是是为了让朋友进入他的卫生间 获取博美的头发 以便提取博美的DNA来验证光谷 下一个大胆的猜想 很快机会就出来了 跟光谷的猜想一样 博美的DNA跟那个烧焦的无名男士的相似度 居然达到了99.9% 也就是说老王就是博美的父亲 博美的父亲就是光谷找寻了19年的老王 他在16年前根本就没有自杀 那16年前警局被案自杀的人是谁 博美的父亲又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呢 他为什么要杀死魏叔方 又是被谁杀死的呢 真相也就在这一刻终于浮出水面 正如警方之前推测的一样 原来当年高利贷的人为了逼迫父亲还债 打算把博美抓走抵债 没有办法 博美的父亲只好连夜带着博美逃了出来 两个人不知道跑了多远 钱很快就花光了 走投无路的父亲打算一死了之 结束这段亡命生涯 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做老王的核电站维修工 老王的工作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跑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没有固定居所 就连同事都不一定能记得他是谁 而老王是个好色之徒 他偷偷的对博美说 他有个赚快钱的方法 那就是可以去他的车里陪他度过一夜 博美还是个孩子 自然吓得躲开了 晚上父亲带着博美来到了一家宾馆 这对于他们而言那是相当奢侈了 父亲说他要去洗个澡 明天好干干净净的上路 博美觉得奇怪 他看了看父亲毫无分文的钱包 猜想父亲晚上一定会干出傻事 于是博美为了能够赚点钱 就主动找到了老王 父亲一洗澡回来 发现博美不见了 就连忙出去找 最终在一个桥洞下面 找到了一山不整 精神恍惚的博美 博美哭着说他用筷子杀死了老王 父亲见状就陷入了沉思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 从此以后顶替老王的身份来生活 他用石头砸烂了老王脖子上的伤口 然后丢进海里 他告诉博美说 明天你报警 就是我因为不堪重负 选择了跳海刺杀 然后任领尸体的时候 就恍着那个人就是我 以后你就好好生活 我会用老王的身份给你写信 尽量不跟你见面 博美天后自然是不愿意的 他不想让父亲因为自己 而亡命天涯 过上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可是现如今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于是只好照做 从那以后 博美便开始努力学习 后来去了东京 成了一名编党 父亲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博美 也就来到东京 租住在一家小旅馆 可是博美经常外出的异常举动 很快就引起了情人苗村的注意 最终苗村尾随博美 并发现了博美父亲 并没有死亡的事实 博美父亲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就在小旅馆中杀了茅村 并且抛出荒野 之后他为了必然耳目离开了东京 再次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但是为了能够继续 跟自己的女儿见面 博美父亲就每月 在人流较大的东京墙上 与博美偷偷见面 虽然两个人只能远远的望着 甚至近距离挨着都不能相认 但这短暂的相处 已经是两个人最幸福 最期待的时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博美父亲会在日历上 标注大桥名字的原因 因为那才是她活下去的意义 不久博美父亲 在偏远的小镇上 遇到了光谷的妈妈 父亲很开心 她把自己的智囊感情 也告诉了博美 博美也替她感到高兴 她也想知道 那个让父亲为之动容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光谷妈妈病情越来越严重 聚少离多 整日在外逃命的博美父亲 为了缓解光谷妈妈 对光谷的思念之情 中文给她买了一本 光谷夺冠登上封面的杂志 这让光谷妈妈很开心 只是不久 光谷妈妈就病逝了 博美父亲随后就来到了东京 租住在那个东风渠的出租屋内 这一住就是九年 出于对光谷妈妈的感情 父亲期间还特意让博美去接近光谷 为的就是能够了解 光谷现在的生活状况 原本就是这么卑微的幸福 会这么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魏淑芬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切对美好的幻想 14号那天魏淑芬来找博美 却在观看演出时 意外发现了博美的父亲 这让她很吃惊 博美父亲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活着出现在这里呢 于是魏淑芬就在演出结束后 找到了博美的父亲 为了事情不被败露 博美父亲就把魏淑芬 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里 并在那里对她进行了杀害 再次杀了人 博美父亲这次却不打算再逃了 已经年余骨心也真的累了 所以她打算选择自焚 结束这段23年的亡命生涯 博美知道后赶了过来 她不忍心父亲 为了自己做出这样的抉择 父亲说她年龄大了 也受够了这般体心吊胆的生活 如今博美事业有成 只有自己真正死了 她才能高枕无忧地继续生活 博美明白父亲的煎熬 知道这样才能让父亲彻底解脱 她也不想再看着父亲 就这样继续苟且地活着 于是便不再阻拦 只是她想起父亲说过最可怕的死亡方式 就是自焚 于是她帮助父亲结束了生命 并亲自点燃了泄油 故事的最后 博美坦然地向官国讲述了所有的一切 然后看着自己导演的作品 拉下了帷幕 平静地接受了警察的抓捕 正如自己的人生 正如电影的名字 与其说是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倒不如说是更加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祈祷落幕 期待结束 电影到这儿就彻底结束了 这是一部上映于2019年的最新推理日本神剧 豆瓣评分高达8分 由于时长限制呢 我就不能过多的做解读了 整体而言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电影 强烈建议小伙伴们 自己下载观看 我是一集美貌与才华鱼 生的女子王普尔 我们下期不见面 赞 爱你们